当医生其实基本上不是说就只能在 就是说在办公室里面在诊间里面 应该其实很多我们医生其实可以走出去 可以实际到田野里面去 可以靠近民众可以去接近民众 医师走到哪里医院就到那里 这是行动诊间的意义 也是阳明院区长期耕耘的社区医疗服务项目之一 行动诊间服务的对象 包括民间的养护机构 透过医院护理师联系和评估 这些和院区合作的养护中心 得以在每周固定的时间 接受医疗团队的专业服务 一方面由医师看诊 掌握长者们的健康状况 提升养护中心的医疗品质 另一方面让长者感受到医师的热忱和关怀 对于长期居住在这里的长辈们来说 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温暖的安慰 像我到养护机构 我觉得我现在去看这些行动们 看这些病人 其实我们真的说真的有帮他多少 其实往往也是都是一样开一样的药 那些老人有时候觉得说躺在床上 都很清醒 有些很清醒 他们生命有个医生 穿白衣服的医生 每一个月去他床边给他听一下 给他说我上来不错哦 这块也不错哦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对他帮助可能比我开 只是开药给他来得更不更好 很难想象在首善之区的台北市 还有找不到医院 没有诊所 甚至没人愿意去开药局 完全与医疗这两个字隔绝的地区 在台北的偏远山区 有许的老人需要医疗 却因身体不好 或交通不便 无法自行下山 需要协助 飘来的只有漫山的云雾 台湾阿公今天有 我来的 有叫张王 是没有 很万一的 很万一的 好 这样好 这国府真好啊 真好 当然大家感谢 我们这个所调 大家都也感谢 这样哦 我们这些老家在大多了 是哦 我们感谢他来这 来这对我们是真好啊 这样哦 很好 对你们有没有帮忙 有帮很多忙 是这样子 如果他认为有要做什么 就给我们做 就像这些 台北市北投区的胡田里 是另一处急需医疗资源的地方 这里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 得知这个讯息的阳明院区 马上派医师上山进行访试 并举行院内的讨讨论会议 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阳明院区发挥了积极的行动力 不仍有任何一个被忽略的患者 更不愿拖延一刻 哪里有需要 医师就来到那里 对 好